各位小伙伴们 很高兴你们还能再见到我呀 啊 你们是不知道 昨天那个直牙板 哎呀 真是叫了我半条老命了 啊 我到现在我的脚还在痛呢 哼 都怪那个二师兄 要不是他 我肯定不会失败的 所以我决定今天说什么 咱们都不带他 好了 下面就一起让我们看看啊 上期视频中点赞最高的同学是谁 啊 那么上期视频中点赞最多的呢 依然是这位叫做 魏家军天歌的同学 哎 你们就不能给点力超过他吗 啊 他让我挑战的是 无尽安全区吃鸡 OK 没问题 今天如果没有二师兄的话 我觉得我一定会成功的 不过呢 在挑战之前 咱们还是先来惩罚箱里 抽出今天的失败惩罚 刚才是什么 我们这样 我们为了工作一起 我给你们看 我给你们看啊 我给你们看啊 我给你们抓一个 这是 吃三色饼干 啊 给你们讲一下 什么叫三色饼干啊 是瑞塔小姐姐特地为我去准备的 就是在这个饼干上面 涂上辣椒和芥末 那饼干的颜色加上辣椒 加上芥末 这是不是就是三色呢 这就是变态的三色饼干 因为有了这个惩罚的激励啊 我真的不想输 不想失败 我一定会成功的 各位加油 好吗 天天玩游戏 日日看板娘 我就是传说中的 宇宙超级平地国王小薇 今天是我在和平精英里 接受粉丝挑战的第28天 哎 本来今天说好了 是不打算带二师兄的 可是这个货 是死活求着我带他呀 还向我保证 今天肯定不捣乱 一切都听我指挥 哎 罢了罢了 看在他这么诚心认错的份上 我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吧 二师兄 今天你可得好好表现啊 不然失败了 看我不弄死你 哎呀 你就放心吧 我今天绝对不捣乱 绝对服从指挥 不得不说啊 今天二师兄的表现 是真的很不错的呀 不仅主动把空头让给了我 而且场上就剩16个敌人了 我们才被刷在安全区外 看来今天的运气是真的不错呀 哎 二师兄 刚夸你呢 你怎么就进圈了 不是说好了在安全区外吃鸡的吗 哎 你怎么就进圈了呀 哎 你是不是傻呀 说的是在安全区外面吃鸡 又不是信号区接受外 你以为是体育老师教的 我 哎 小心 你两个有量 哦 哼 轻松搞定 哎 二师兄 你怎么倒了呀 哎呀 快点快点快快 快拉我快拉我 拉你 我就不 刚刚是谁说我以为是体育老师教的来着 有吗 没有啊 谁敢这么说你 我保证把你打死了 哎呀 求求你了 快救救我 我知道错了 我下次我再也不敢了 哈哈哈哈 你也有今天啊 别急啊 来来来 我先跳个舞给你看看啊 好了 这下终于解气了 二师兄 你要是再不听话 下次我就绝对不救你了 这二师兄还剩七个敌人了 我身上还有八个信号电池 这把吃鸡应该还是有机会的 左边下单右边 看到了 搞定 喂喂 二师兄 我前面还有一个 快快快 快救我呀 你着什么急呀 我还没跳完舞呢 我怎么救你 我 你信不信我打死你 好好好 我来了 我来了 不是 你好歹封个烟啊 这样不安全 什么事啊 放心好了 哎哎 二师兄 哎 我就说要封烟要封烟 这个二师兄就是不听我的话 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真的是气死我了 啊 小伙伴们 真的要惩罚我吗 你们舍得吗 啊 啊 好吧 我知道作为真爱粉的你们 是不会放过我的 啊 吃就吃 谁怕谁啊 哦 这个味道 哦 好啦 啊 然后我们在这个上面挤上芥末 哎呀 我真的要吃吗 我为什么要给自己挖坑呢 哎 你们说我明天还要不要打 啊 二师兄啊 我觉得他就是我的克星啊 绝对是 我最弄凭着你 可又不忽急 重看着心 这是我的感恩 哈哈哈哈 小伯伯 赶紧评论里留下你们想让我挑战的 内容 啊 明天点赞最高的那一条 我会去 谈的 好 拜拜 下期节目再见